可是文字的检查完毕 还有数字 例如说数量 请问一下 数量有没有可能零 不可能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很基本的检查 对不对 好 那数字 数量 有没有可能 例如说这家是超市 有没有人可能去买个1万件 物品 不可能吧 对不对 首先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画图 画图 好 选到数量 然后最小值是1 最大值是14 就不要排序了 你这边不就是直接看到了吗 最小值跟最大值 对不对 好 那个 那我们接下来要画的就是频率了 频率 次数统计 好 插入里面的 在这个地方 这个2016版以后他就出现这个 这个 长条图 长条图 你看他是不是就直接画出来频率 一件的就是到超市里面买东西 可能买两件 这是1.72到2.08 就是买两件居多 我想这样应该大概就可以了解 大概就可以了解 好 那有没有买零件的 没有 没有 那最多最多 有13.96到14.32 那就是买14件 有几笔 好 如果你一定要看到那个极笔那个数量 其实 因为这个是统计图你可以点它 然后 在格式 在设计里面 那 你看一下 我建议你 不要慌 太多的时间 你就用 既有的 比如说这个不就可以直接呈现那个数量 所以他这边是说 买14件的有39 我们就来去看一下那些 异常数量的订单怎么做 那就直接在这数量这边 数量这边 然后数字三选 然后去设 我要大于 例如说10件 那 大于 里面 我们就直接输入10件好了 这一定都是放 条件成立 好 来我们来去看大于10的 现在大于10的 现在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来去 画他的图 插入 刚刚的这张图 好 我们就可以发现 11的 11 大概有多少件 不过你游标放过去他也告诉你 他有35 然后他有39 11到12 12件的有39 然后24 然后39 所以代表说 销售10 数量以上 还蛮多的 然后接下来我就把这个筛选就关掉了 这个也关掉 不是关掉 就是清理掉 好了 那这边我又恢复到就是所有的资料 各位请问一下 销售额会不会有负数 不会 不会 所以你可以最快的一个 检查的方法 就是将游标移到这个销售额 然后接下来 插入 插入这边 这个 长条图 来去看他的分布 像这边 就是有一笔 他在这么遥远的地方 那建议各位 我们就 那个 以 例如说1000 来去画 来去画他的一个数据的分布 好 所以呢 在这边销售额数字三选 小于 因为我们1000以内的我们来去看 这个数字分布就好了 所以呢 大致上可以知道我们 主要主要的那个 这个资料点 第一个是 是这一个 好吧我稍微把它放大一点 好 这个是4.9 你要知道 计价是用美金来计 4.9到41 之间是最多的 好 那请问有没有复数 答案是没有 就提供给你参考一下 好 那 我想 以上是数据 一个基本的 清理 好 我现在呢 要把筛选关掉 然后 我们因为还是要走到数据分析 好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展到数据分析 这边有一个很棒的工具告诉我你想要执行什么 对不对 假设 我现在想做数据分析 我就直接告诉我 数据分析 假设我点数据分析 你有没有发现 他这边 他就说 那你是要去做什么 分析栏本还是目标搜寻 还是运算列表 假设我做目标搜寻 你看 在这个地方 他是不是就可以请你去设定 你的目标要多少 目标值要多少 变数是什么 例如 再举 我要插入图片 插入图片 他就直接打开 他根本就不用你再去选 我要点插入功能标签底下的图片 我现在 就是要介绍一个正确的一个分析的一个概念 第一件事情 一定要把它变成一个 表格 我现在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资料 然后我要做的事情都是一致要去做完的 在这个地方 第一件事情 你要把本来的 储存格的观念变成表格 怎么变 第一件事情 常用 又是常用的 常用底下很重要的 格式化为表格 格式化为表格 请点他 然后 我们随便挑一个 例如说我挑这一个 把那个标题啊 变成深一点的颜色 然后接下来有看到吗 有标题列的表格 这个是标题列 第一列就是我的标题 而且我现在下面 都是我的 就是记录 所以有标题有记录 构成表格 所以直接点确定 好 那这个表格 总要给他取个名称 所以请点选上面这个设计 请点一下设计 有看到吗 现在这个表格 现在邮票落在这边 这个表格名称是什么 直接取名叫订单 他说什么 此名称已存在 名称必须是唯一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因为 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请看公式 名称管理员 这边 这边有 人员 有表格一 有订单 有看到吗 这个订单 这个订单所指的 是指 就是我刚刚那个 整个的范围 所以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原本就已经有了在那边 好 所以我们现在 请把这个订单名称 改成订单 2 就是现在你所定义的 这个 这个整个的 格式化为表格 设计 改成 订单2 他现在所指的这个表格 你游标所在 整个这个表格里面的任何一格 然后都可以定义 表格名称 定义好表格名称之后 你还要知道 选择的方式 如果你现在 游标这个行ID 有看到吗 好 我还是拉到最上面 如果你现在选 不是选 A 是选 行ID 跟 A 之间 好 点一下 你就可以选到 整个所有的行ID 蓝 我看一下 有看到吗 这个选法你一定要会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要 新奇迹 我就直接 输入 等于 游标移到 U2 然后输入 W1 然后方向键往下移动 Tab键 接下来你要会选 去选 订单日期 你要选 订单日期 跟C中间 好 它会变成那个细细的 而且填满的 往下箭头 点一下 然后请你仔细看 这个叫 订单日期 好 当然他所指的是 相对应的 以前 我们称为叫 C2储存格 好 但是他已经把它变成是一个 订单日期 正列 好了 接下来 我的 Serial number 设好之后 逗号 然后输入 2 又刮活 直接按下 他全部都帮我算完了 我是不是要去做复制这件事 答案是 不 主要 来把蓝1 改成新 起 我们再来去写 写几个函数 这一格是 绵 所以 V1 请输入 绵 这一格 那这一格 V2 这一格储存格 我就要直接写这个公式 等于 英文的拼法就是year 然后 Tab 键 卷轴 一样拉到最左边 然后去找什么 去找这个 订单日期 要选对哦 不是选 C2 这一格 而是 订单日期 跟 C 中间那条线 B B 上去 记得右滑虎 Enter 你这样的话 你就会发现 所以我设好一格 我就全部 都设好了 好 当然还有一个月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我这个月 的做法是不是就是 等于 M O N 对 当你打了 MO 它会出现好多 因为MO开头的 函数还不少 好 所以我就打三个字 M O N 因为 Mon 然后 Tab 键 这时候一样卷轴 拉到最左边 然后 点选这个 订单日期 右滑虎 Enter 我能不能把这些 格式 本来是 叫做 表格 对不对 在我这边我已经定义了 叫做 表格 我能不能把它 改回去到 范围 对不对 好 这是我大概遇到最常 问的问题 所以 要改成范围怎么改 第一 第一 一样在常用 我这边呢 我要清除掉这些表格 在设计 设计 转换为 范围 所以大概跟你们介绍一下 转换为范围 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再讲 当我们今天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 你不可能 只有停留在 就是当我们要计算 我们不可能 只有停留在 订单这一章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就要 计算 比如说 退货 对没错 订单假设我们算出来 但是如果你不把那个 退货扣掉 那不是等于说 虚真 虚真 虚真了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 销售的一个 真实数字 所以呢 你这里面 这里面 如何去跟 退 订单如何跟退货 产生关联 好 那以色谣的做法 就是透过 Vlookup 所以现在就要教明 如何利用 Vlookup 然后让 就是两张资料 要关联在一起 好 首先 退货 退货 当然我要请你们知道 因为 表格的计算 对不对 所以我一定要把 范围变成什么 表格 所以 游标 落在任何有资料的这个 可不可以游标落在这边 不行 一定要落在有资料的地方 接下来 常用 格式化为表格 好 假设我就设这个 刚刚我选过这个了吗 所以另外一个表 我就选 第三个 请问 这边有一个东西 明明有标题列 但是他为什么判断 没有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有标题 得表格 什么叫有标题得表格 这个就是标题 可是他为什么没有打勾勾 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 标题列 这一列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属性 从头到尾都是文字 绝对不会有什么 什么日期 类型 数字类型 那可是 好巧不巧 他的记录 第一笔记录 两个都是文字 这两个 都是文字 所以他以为 这一个 现存的 资料 通通都是记录 既然都是记录 有没有标题 没有标题 所以他这边就不能打勾 好所以 这边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然后 我刻意要把它打勾 因为我知道这是标题啊 所以我就打勾 确定 所以我这边标题是不是有 订单ID 跟退回 好 接下来 请把 请把 这一个 这一个 范围 这一个范围 定义 这一个范围定义 请问这个 表格 这个表格 我们自己去把它定义 这个 这个 整个表格 你看 随便落在任何一个 Ctrl加A 他不会选到外面 所以 你大概要知道 Ctrl加A 所指的是 所有的资料 好 来请把这个 名称方块 这个我们叫名称方块 我们来把它定义 叫什么 叫做 退货 3 请注意 请注意 或3 Enter 就是我们把这个范围定义一下 注意哦 我就是刻意要教你 什么叫范围的定义 什么叫表格名称 这个表格名称你可以叫做什么 这个 这个 刚刚全许 就是你游标落在这边 可以把这个表格名称 可以把这个表格名称叫做退货2 因为退货这名称我之前已经定义过了 所以我就把表格名称叫做退货2 好了我只是要稍微知道一下 请你们稍微区分 表格名称 跟 那个你选到一个范围在定义他的 那个名称 他的 那个名称应该定义成不一样 好了 好